哈囉 我是阿琴 歡迎收看今天的 今天因為一些種種因素 上一支影片應該就有說明了啦 我們大工作室在整修 所以我跟胡子成為受災戶 丁子戶被拔掉了 這東西目前都在我跟胡子的地方 沒辦法做拍攝 所以今天就在胡子的這個廚房 做簡單的拍攝 今天的主題就是 ChartGPT 後篇 大家都有問說 那個胡子的堅持生去哪有胡子 不是 各位 我們做完 豬腳 可樂雞翅 很多了 很累了 沒有人吃得完那些減脂的東西 OK 所以現在我們來幫胡子做完 這樣後面有一個 嗷嗷嗷代補的胡子 來請嗷嗷代補 所以我們今天來做ChartGPT上面的食譜 食譜的敘述 很熱 那我還多問了一個 如何做出健康好吃的雞胸肉 哇 那材料可多人 好 接下來大家會看到我的美貝跟奶子報的攝影 現在我們要找200克雞胸肉 這是290克 但是我們只能拿200克出來 可是你要抓100 100好像不錯 好 138可以啦 多38克 不會接一把 不會 青菜 100克 100克很多耶 超隨性的趁重方式 然後花椰菜 自排反射攝影這樣 真的很奇怪 所以其實平常一個健康餐的尺寸大概 4朵 2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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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雞胸肉切成小瓜 用少許鹽跟黑胡椒調味 我好久沒有在這種家庭室 然後還要拍片的情況下 錄影了喔 這是以前的我耶 我工作室整修我們全部都打回原型了 然後我全部 只有我跟你 你現在可以想像你以後有老婆 他就這樣在廚房 雞胸肉拿出來 欸欸 欸 學啊 學了 走了 想走啊 沒有啦 殺出主義的男人嗎 沒有老婆就好啦 對啊 那你有嗎 我以後會有啊 老公也可以啊 這是我 這是你的 這樓上的 地鐵那個是P-Tron 對 地鐵有P-Tron 這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很 四平八穩 還沒跟豬腳跟雞翅一樣 出一點意外 沒錯 現在還是正常的環節 將花椰菜的空間 分別用廢水汆燙2分鐘 使其心臟飽除脆度 然後去除水 他花椰菜也沒有叫我怎麼處理的耶 他沒有說要切油幹嘛耶 所以你要正把嘛 我們就是一個只會停air的白痴 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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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 這種原因他叫我們朋友 他叫我們的廚藝就直接下去 他只有說要把它來燙熟 而且兩分鐘還有脆度嗎 我會覺得要爛啦 通心菜已經在哭了 還有一分半 已經看到醋的鬍子平常會吃東西的味道 超無聊 醃水器 接下來燒熱鍋子加入油 加入蒜頭跟洋蔥 他剛剛有叫我準備洋蔥 沒有叫你準備 所以你要丟一顆洋蔥 蒜頭跟洋蔥炒到有香味 再加入雞肉炒到變色 就可以加入壞的菜跟空冰菜 然後炒一到兩分鐘 老哥是沒來的洋蔥 怎麼可能一定有一顆洋蔥 等一下是怎麼翻的 你這樣忤逆AI 他沒有跟你說要去皮 冷靜一點 這還是我們要吃的 拜託你冷靜一點 連洋蔥的數量都不給我 沒關係 在上次的影片學到 不要跟人家炒起來 沒有意義 然後大家知道我們弄幾顆嗎 40顆 沖門下請 現在呢下油 解液 好火球之處 料理就完成了 不要瞎掰好嗎 脫油煙 收音爆裂 蒜頭 洋蔥 炒到變色 下文雞肉 啊他這邊沒有講火力啦 我是用中小火 我怕大火會走很快 炒到這個什麼 雞肉看起來有沒有 有點變色了 壓入神法的菜 對 這這個東西看起來像義大利麵 然後他有說 最後呢 這邊還可以自己再撒一點黑胡椒跟鹽巴 這吃多重 一直撒這兩個東西 那他叫我們撒 我們就撒 一個人口味啊 我們就幫助是 多加一點黑胡椒 拜拜 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 要捲起來… 然後我們旁邊的這些 新香料 小碎料 對之類 放在旁邊 這是滿香的 其實真的不好吃 完卡的地道 Channel GPT 教我做 然後見口餐 地道 哎 很香耶 你的菜是不是應該要撿一下 他沒有叫我撿 他教我怎麼做 那他有教你要洗菜嗎 他沒有人讓我洗 謝謝 謝謝 我素不到他教會怎麼樣 因為我就是 隨便傻 才會稍微 比我平常吃的重一點 但我覺得滿好吃的 像這個菜讓我困擾 這個主要加速油比較好吃 因為至少比我平常吃的 選主油味道多了 監製要吃 味道幹爆 真的幹爆 最後呢我們要緊車的是這個 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 這是什麼蛋 中心菜 然後配上這個雞肉 那些雞肉有沾到這個大象跟兩雙 嗯 我覺得滿不錯的 但是我記得你以前有煮 其他類型的健康餐給我吃過 我覺得這個味道差那個一些 味覺 嗯 這是在自己調配啦 OK好 下一道就先吃 我們接下來來準備第二道 第二道的部分呢 其實雞胸肉這個克術 他上面是寫500沒錯 但是其實 那是不用那麼多啦 但是他的這個作法比較不一樣 他說 剛剛是切小蒜 這邊是切成一個破片的感覺 首先呢我們先把它切片 這個是雞肉刺身 對 盡量不要切到這樣太大 我們還是希望雞肉在小 瘦肉比較平均 吃下去嫩度會比較好 但這是我自己的意見啦 料理完雞胸肉之後 撒鹽黑胡椒和迷迭香調味 美麵三分鐘 美麵三分鐘 火力呢 他沒輸 所以我們呢 不考慮三分鐘 我們自己 做嘴力 我們準備檸檬汁 首先再把檸檬切一半 然後拿這個刀而已 把紙條說拌它了會苦 把紙條說拌它了會苦 把你的手盡聲打 把你的手盡聲打 醬油 一點點 這是什麼醬汁啊 我這輩子沒在網路上看別人做過 好 總之呢 通常火 下醬汁 開始燒肉 OK 完成 果皮吃啊 全部是雞肉 這是 這是居酒屋裡面 才會出現這種東西吧 那這個做法呢 我也很驚訝 對啊 它這個醬汁竟然是用檸檬汁醬油跟蜂蜜 哇 是蜂蜜檸檬汁耶 哇賽 試試 聞起來有點 前面的香草的味道不對啊 迷迭香錯誤 迷迭香不對 如果沒有迷迭香 它很好吃 它的前味是一種酸酸甜甜的 但是你多嚼幾下 迷迭香的那個感覺 棒 全部把前面的那個 累進的那個韻 全部都打碎 但是 那個醬汁 是好吃的 我覺得它不能算得上是好吃 只能算得上是不難吃 我覺得它 它 有點太酸 甜的味道可以再明顯一點 你會就告訴你家的GPT 說不要放迷迭香 嗯 不要放迷迭香 好 那麼這就是我們用GPT做的這個兼止茶 其實 步驟上大致上沒有什麼太大的落差 做起來口感呢也是 還是要因地調整一下 可是它真的還不夠 怎樣 但是我覺得它個人還是不夠成熟 OK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還喜歡這系列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兩個 看我們問GPT 做出什麼樣的料理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按下喜歡 那 太多那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那 再那一次試試看 好像五年沒拍片 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喜歡 隨便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那不要忘了訂閱我跟郭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